推背图,马贤克,绍兵哥,梅华诗中国历史上四大预言奇书,推背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,笔者刚接触推背图,首先经验,脑袋是文采和格局,寻着诗词,图画,谜语仿佛历史世界,越然于纸上一般,越看越奇奇兴致,似乎有故冷流冲击天灵感。 打测高考结束后,历史知识就慢慢还给学校了,便是这本奇书让我重新拾起,想来读书不仅靠兴趣,还要讲方法,学历史,读懂事件背后的逻辑与趋势,开阔视野,深化认知,绝不是用来应付考试。 本文是推背图系列的开篇,破译争论不休的历史谜题,这里并不提倡封建迷信,而是以一个有趣的视角揭入历史。 当然,一切前提戒律在推背图是真实的,理由有三。 一,成熟于南宗的厅史记载,唐李淳峰的推背图,在武代师之手可热,宋太族登集之初,就下赵敬推背图。 但推背图已经流传数百年,说明推背图却是真实存在的唐夫之作。 二,推背图作者李淳峰是没有什么争议的,此人有多牛逼呢? 首先他是个数学家,筑解了《周皮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等著作,然后他还是个天文和物理学家,研制三重环混天衣,教证立法林德利,著书以四战,成功预言了日识,还给封定集。 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义学和阴阳学说,可谓是博览春书,况是奇才,当时的帝卫哥现在比牛顿,爱因斯坦有过失无不及,非常至人岂可用常理度之。 三,宋太祖婆文忌惮推背图,却又屡禁不止,于是命人将推背图的排列顺序打乱修改,做了百种版本流传出来,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。 恰恰因为如此,历史上和中,那些唯本随着时间的应验而逐渐淘汰,真本新奇。 好了,接下来我们来解码那些争论不休的历史谜团。 谜团一,杨贵妃是否死在马为坡。 关于杨贵妃,此次通见唐记,旧唐书杨贵妃传,等证实,其在世翼王于佛堂前。 流传的言史有说是士兵划辩,死于血魄中,有说死的是士女。 杨贵妃逃到日本,甚至是美洲,推背图,怎么看? 第五项,正曰,杨贵妃,数到南,截断如肖方见日,更无一时乃平安。 宋曰,与杨贵妃或同贯,此日之王请见山,目以若逢山下跪,定于此处藏金环。 途中马安就是安禄山,史书是史思明,躺着的女人自然是杨玉环了。 目以若逢山下跪,定于此处藏金环。 山下跪即是维,尺满为义,藏金环,即是杨贵妃死在这里。 谜团二,竹银俯生事件真伟,竹银俯生事指,太祖赵匡义大病,招旧王赵光义一事。 习近有人了解的竹光下光义使而离习,有顺避之状,又听见太祖引助府说道,并大声说,不好为止。 道业,太祖驾崩,后召光义即位为太宗,宋石几世本末持此态度,宿水济文,许则智通箭则是否定。 官方证实的说法,太后去世前与太祖,照抚立下金贵之盟,定下太祖去世后由其帝光义继位。 所以当时只是太祖三纪王主父后世,并不是照光义行创义之事。 推背图诗六项,朕曰,天义生水,资禀甚无,顺天应人,无金无骨。 宋曰,那土姓前并姓礼,其余向此朝天子,天将义统负真人,不杀人民更权死。 推背图诗七项,淳曰,声赫赫,张歌兮,扫边分,殿邦义,宋曰,天子亲征诈诈渡河,欢声百里起欧歌,与仇信有完全女,走得其功在一河。 十六项讲的是宋太祖建国,十七项直接跳到宋真宗和禅渊之盟,以推背图的写作风格。 篡卖,叹乱,战争多有描述,如果竹银抚声是真实发声,而且发声对象是开国太祖,如此大事不可能不做记录。 米团三,建文帝结局如何? 明史记载阴王主帝发动静难之意,南京城破,建文帝和公自焚,也使周志多有记载建文帝逃亡西南,多出曾出现其行踪, 借看推背图二十八项,春曰,草头火角,宫阙灰飞,家中有鸟,郊外有泥,宋曰,鱼满高飞日,蒸颜有礼花,真龙游四海,方外树无家,真龙游四海,方外树无家,建文帝剃度出家,云游四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